Hello大家好,我是Shanan 我又来带大家看房子啦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了点赞跟关注我哦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房子 在东湾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叫做Warner Creek 并且这个房子在一个 七八九份的高分学区 还有这个房子呢 它有非常好的view 它可以远挑Mountain Diablo 这里是它的车库 其实比较讲究的房子 车库应该是不要正对着外面的啊 就像这样 植物也很漂亮 春雨曼绿荣 这边是种了八角金盘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进门来有一个两层高的高调空间 让整个房子空间感一下子就很好啊 所以在老式的房子里 不说是豪宅吧 但是比较讲究的奢华的住宅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高调的空间啊 然后咱们进来这里是一个代壁炉的客厅 这里是Formal Dining Area 然后由拉门通向后院 这边过来是厨房 电器是换了比较现代化的电器啊 强力抽油烟机 石木的橱柜 另外它的橱柜 我在检查的时候还很惊喜 因为它都非常的新 里面也很干净很新 这说明前屋主用的是非常的爱惜的啊 然后这里是一个早餐区 这里有个通道 就是从大门进来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进到这个早餐区的位置 走过来这边又是一个代壁炉的Family Room 这里是它的laundry 然后这上门是通向车库的 好 咱们现在上楼去看一下卧室 我发现它的墙面都贴了这种有花纹的墙纸 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里看不看得出这个感觉 但是我在实地看 会让我觉得这个墙面是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让这个房子整体的感觉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会觉得很现代也很考旧 配上这个石木地板的颜色 会让人感觉这个搭配是非常的舒服的 这里应该是客卧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有双水槽 淋浴间 外面的风景很漂亮啊 而且隐私很好 没有邻居会看到你 这里有一个储藏柜 可以放卫生间浴室常用的 比如毛巾啊 卷纸啊 这些东西 好 咱们进来看一下主卧 主卧很宽敞明亮啊 然后这里进来有 明运你的洗手间浴室 这个洗手池的台面 镜子 五金和照明 应该是新做的啊 看得出来 里面是淋浴间 然后这里有一个extra的衣柜 走廊这里又是一个储物柜啊 这个房间储物柜蛮多的 这里是一个客屋 它只是把它做成了 办公室的样子 但其实它是一间卧室 好 这边连着两间客屋 面积都还不错 然后都有窗户采光 好 楼上卧室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了 功能的划分非常的简单明确 咱们现在去后院看一下 这块地的土地面积有九千六百尺啊 建筑面积是两千四百多尺 咱们出去看一下这块土地的情况 做了一个简单的遮阳棚 桌在下面又不会太晒 院子看起来还是精心打理过的啊 植被也不错 那其实咱们这块地的地界啊 我在资料上看到说是beyond the fence 就是它是在fence外面的 它的地界并不是这一块栅栏 但是下面是个斜坡 所以可以开发利用的部分并不多了 前主人把它直接用这个栅栏围起来了 留下这块瓶的部分做一个很方正 然后不是特别大 但是还蛮精致的后院 这边还蛮宽的 还可以再种一些地背植物 把它盖起来就很好看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近期有栽玩具买房的计划 都欢迎直接联系我 我是Shanan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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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